非我族类其心必义VS仍以以心华从东汉到唐朝 批阿拉伯人,即当时的大食人,波斯人由于经商 华,并在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定居,居市在,由 定居的凡客越来越多,唐朝为方便管理,谁开始 至凡方当中就以广州的凡方为例,以生活着数 万帆客,可见规模及场面,按规定,凡方实行自治 掌,作为最高管理者,由凡客自主推举,并与地方 有同等待遇,而当地的苦衙也不能随意干涉凡 事务,此外,凡客还能在中国取妻生子,开办学校 至还允许参加科举,比如,在唐宣中大中二年,公 八百四十八年,所录取的进士中,便有一位凡客叫李现声,者 结果也引发了牵然大波,史料记载缺余,有关理 升的生年,直观,何时来华及早年经历等都无从 知,相传他的离性,为唐宣中所赐,按理现声的字 他是来自大食,出身高贵家族,来到唐帝国前,以 中华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因仰慕唐前文明昌盛 现声自少年喜变跟随长辈到中国经商,又积极 习,尊言儒家经典,最终成为一名精通汉学的凡 学习中华文化,也在唐朝境内经商,李现声足跡 遍大江南北,凭着流离汉语结识很多朋友,句子 一次,李现声在汴州经商,经人介绍,跟孙母节道 卢军有了交情,卢军在跟李现声攀谈时,发现他 仅汉语流离,且对瑜伽经典有深刻见解,写诗作 有水平,认为他的才学不应被埋没,加上希望能 助其家族在大食的势力,来促进唐朝与大食的 是,于是,卢军尚书朝廷,请求唐宣忠恩准李现声 加科举,唐宣忠也派人调查他,确信他身世清白 有才学后,准许他参加大中二年,公元848年的科举 潮科举考试门类很多,以明经,进士两科考生罪 当中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多死记硬背,难道 数较低,以进士科考察试词歌父,政治见解,难道 高,中举者人数极少,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小进 致说,但凡通过,进士,科考试者,试图升迁道路教 想,位置卿上者不在少数 结果,李现声一举及弟 为当年全国二十三名及弟之一,消息传出朝野皆惊案 流程,朝廷要对中举的进士授予官职,成绩优秀 还能入汉林院,充当皇帝基要秘书,李现声犹豫 次靠前,李应被点为汉林学试,但此时朝中出现 多反对声音,据,传唐文,华心说,记载,反对者都认 李现声有身份问题,认为非我逐类其心必疑,则 他参加科举的动机,以及对朝廷的忠心,他门认 李现声若挤身高位,难以保证他不会沦为安禄 史诗明第二,对唐朝百害无一利,应该取消李现 尽是资格,不过,也有部分朝臣力听李现声的,认 无论汉人还是凡客,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资格 加科举,比如,奴军便在唐宣中面前反驳反对者 二见,清李现声虽是凡客,但既实学又热爱中华 仍而疑心说,朝廷应当破格重用他,为此才能体 帝国开放及包容 唐宣中认为奴军讲得有理,同 录取李现声为进士,并阴点他为汉林学士,由此 现声成为中国史上唯一阿拉伯进士,由于史料 再缺余,无从得知关于李现声被授与汉林学士 后的情况,但依据合理推测,他应当委志工卿,受 正寻,有子孙继承其事业